先将这个线材砸尖 用手动脱刀 用线材表面的砸个尖 先利用滚筒 牵引逐步长度线材 大部分穿线已经完成了 只要再穿线一下 切引机张立机 然后进入收线机 穿线就完毕了 这是细式的穿线 出师的跟这个基本一样 不过经过张立机的不是收线机 而是这个脚车推断机 就这点不同 其穿线过程完全一样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切引机穿线部分 就是说将切引机 跟线材在切引机上 连续老眼几条 切引过来逐步长度 以背后续张立机和收线机的 穿线长度 其实设备工作起来是很快的 就穿线慢一点 就跟这个一般用的拉斯基雷 穿线过程外 但是使用起来就没这事了 而且就算一公主人吃放线完毕 下一公主人吃 只要采用冷对焊机 对焊即可 也没有这个过程了 除非出现特别的细度 断线了 比如原材料缺线或者之类的 感谢观看